ok 是的 今天小胖布莱恩带你们来看这一个就在Dama Equine里面的其中一间Bunkrow了 这个Bunkrow呢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Design是很Modern的 整块地是有8500Sqft的 然后呢 它的屋身是有9300Sqft的 so before 我们进去这个Dama Equine 你还明显看得到 这个Dama Equine 它是没有对着任何的T Junction ok 然后呢 这个Dama Equine 呢 它是有很大的那个空间给你parking的 为什么呢 它是有两个路口的 其中一个路口就在我后面这一条路 然后另外一个路口呢 就在它的Lower Ground另外一条路的 so呢 如果你有超过4辆车的话 绝对不是问题啦 ok 所以我们就从门口进来这个Dama Equine 它的Carport其实是相当的大啦 ok 来到Carport这个area呢 看过来旁边 这里就是有它的一个Garden Area啦 所以在Garden Area这一边 它有种了很多花花草草啦 所以是蛮舒服 蛮漂亮的 ok 然后我们这边呢 看过来呢 它就会有它的那一个 我们讲它的宝克尼啦 等下我们进去里面看一看 然后来到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是有油池 它有一个Pacebook Car Park的 好 我们现在就续看它的Dama Equine ok 所以我们正式来到就是它的玄关area啦 这边也就是它放斜除的地方 ok 这个门口很明显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有6辙 宽的 它的宽度是有6辙 然后它的高度 我看至少都有一个12到13辙啦 是相当高的 ok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一边 就是它真正的屋子里面的单位啦 这一边是有一个很大个很大个的Storage ok 然后来到这里呢 就是它的客厅 ok 所以我们从客厅这里看出去的话 它整个的样子会是这个样的 ok 然后在客厅旁边这一边呢 就会有一个宝格尼啦 那我们出去看一看 它这里是有很长很长的一个 我们说的那个宝格尼 然后来到这一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下面是有泳池 然后它还有个 走下去 Basement那边呢 那边就是它的cupard ok 所以我们先从这一边看出去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整个环境是 很greenly view的 ok 然后再从这边拍过来 好 这边还有一个 相当相当大的客厅 ok 所以我们从客厅这边 看进去 就是它整个 你可以看到完了 这边就是它的那个 我们走 Tining area 这个会是它的buff room 我们来看它的buff room先 都是很宽敞的这个buff room 然后呢 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它是属于 富桃舌的 这个buff room ok 所以刚才我们经过那个走廊呢 就是那个 宝格尼 其实也就是这个 Dining area 从外面看出去是一模一样的 ok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来到这边是主要它的干厨房啦 然后 它这里做了一个partition 这一部分呢 就是属于它的四厨房 ok 所以整个area 分干厨房啦 所以整个area分干厨厨房啦 那边就看到这一边就是它的楼梯 楼上呢 就是分为房间 然后呢 楼下就是entertainment room ok 所以我现在来到楼上这一边 楼上这边主要是有四间房间啦 ok 所以这一边会有两个房间 然后 这里是有个 front area 洗衣服的地方 然后在这边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客厅 来到后面这一边呢 就会有另外两间房间啦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 主人房 这个是主人房的空间啦 它是相当相当的大的 ok 然后主人房这一边呢 它是有做了一个 好像 working space 的area 然后来到这边 是它的那个walking wall drop ok 才会来到 它的 冲凉的地方 我们先来到这个是它这个小组合的房间啦 所以这边也是相当相当的大的 ok 都是有那个window 它采光度很好啦 然后来到这边是已经做好了 built in wall drop 接下来这里是会有它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那个 那个toilet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它其余的两个房间 ok so before 我们过那两间房间 这里也是有自己的那个utility room的 ok 然后才会来到这两个空间 这是它房间的area ok 这个 会是其中一个 啊我们说 另外一个小组人的房间 也是有自己的 toilet 然后呢 也是有自己的walking wall drop ok 然后我们 才会来到这个 另外一个空间 这个也是它另外一个小组人的房间 然后这边呢 它就有多了一个 这个 这个 保格尼 这个保格尼 是面向这个路口的 蛮大一下的 ok 它这边 都会有 来测试自己的toilet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一边是属于它的low ground 也就是它主要的entertainment area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它的那个low ground 这边呢 也就是它的娱乐 范围区啦 然后这边你很明显看到是有个泳池的 ok 然后 这边 也是有它的 啊我们讲 bar table 还有carlou ok 房 如果 你有喜欢唱歌的 就可以在这个房间啦 这里就是它的carlou ok 房 所以我们现在出到来这一个范围呢 主要是access它的这个泳池啦 这个算是一个lab pool 然后 对着整个声音 然后那边是changing room ok这里 有另外一个 主要的 那个 阳台 阳台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做烧烤area bbq 然后从这里看出去 就是它另外一个access啦 那条路 然后下面是它另外一个carlou area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边也就是它的那一个 ok second lower ground 就是它的carlou area 所以这边也是 有它自己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的地方 从这边我们进去 这里也是有它自己的一个我们所 啊 啊 mat room啦 给供人睡到一个地方 所以这里也是有mat room的toilet 然后再从这边上去 就是我们讲的泳池area ok ok so这个dumet呢我们毕竟已经是看完了啦 所以让我在这边做一个summary 所以呢它这个dumet呢总共是有四层楼的 分别为 first floor ground floor lower ground 跟second lower ground的 ok so for first floor呢是主要它的房间啦 然后呢ground floor呢就是生活区 也就是说它的客厅 饭厅厨房呢都会是在ground floor的 然后来到 lower ground呢也就是 我身后的这个泳池这个area啦 还有carlou ok房的 然后来到basement呢就是它的carlou area 所以它总共可以至少bub ok bub两车都不是问题的 然后呢这个bongrow主要的卖点是什么呢 它的地很大 ok 来到8500 square feet的 然后它的build up也是 很大很大一下的 它是有六间房 六个厕所 所以这一边给到你的呢是很安静的 因为这边salouting都是森林area啦 如果 你是想要找 离开城市 不要这么热闹的地方的话 这样子这个bongrow就是属于你的好选择啦 这个就是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位于Daman Equine Park的这一边的bongrow啦 OK 期待下期 拜拜